在12号晚上10点钟 故事们说 未来期间不剩跌落 把小孩子摔了脑袋摔到 13号早上9点多 才打电话跟我说 我们不放心 马上就是安排要转院 转到温州区 有骨折 他就说这个孩子 以后肯定治理肯定有问题 而且那个癫痫症也有可能 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医药费 我们已经加好了 都全部我们出 医疗需要什么 我们都是全力 都会去做的